韩丽看着眼前的瀑布微微一笑 果然如我所料 这瀑布乃是一处禁止幻化而成 而且具有屏蔽神石感知的作用 极为高明 我之前曾经用神石探查整个赤霞峰 也没有注意到这里 若非我刚才就在附近 而且这里的禁止有些破损 露出一些端倪 恐怕仍然无法让我发现这儿的秘密 韩丽定了定神 双目蓝芒闪动朝着瀑布里望去 脸上露出沉吟之色 片刻之后 他身上青光一闪 静止没入到瀑布之中 和刚刚的银色雷电一样 瞬间消失了 这时候就看到空隆隆 瀑布附近的虚空陡然波动起来 一连串的轰鸣大响从里边传出 波动的虚空中不时透出一道道各色的霞光 朝着四周飞射而去 虚空波动越来越剧烈 里面透射而出的光芒也越来越亮 小半个时辰之后 一声轰隆隆的巨响 瀑布猛的一抖之下 仿佛镜面碎裂一般 韩丽的身影在半空中浮现而出 面色微微有些苍白 显然是破解此处封印对他来说 也是颇为费力 不那么好进来 韩丽取出一颗丹药符像 朝着原本瀑布所在的位置望去 前边是一处不大的山谷 地面和山石都呈现出赤红之色 一股炙热的气息从里边透出来 无数赤红的火杖从里边滚滚涌出 仿佛这里道就是一个整个赤霞风 火杖的源头一般 韩丽见此二话没说 身形一晃 飞身而入 直接来到了山谷的最深处 这里的温度更加炙热 空气也因为高温扭曲了起来 山谷最深处 一处很大的火红的洞口浮现出来 足有七八丈那么高 两侧洞壁上呈现出红黑的颜色 滚滚热浪和浓烟般的火杖从这里边涌出 阵阵沉闷的轰隆隆的巨响从里边传来 韩丽见此眼睛一亮 身形一晃就飞入了洞口 这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朝着地下延伸而去 呼呼的热风啊扑面吹来 洞壁上不时浮现出一道道的裂纹 浓郁的红色的火杖从里边渗透而出 随着风朝着外边飘荡而去 炙热无比的气息充斥着整条涌道 这要是寻常地修饰到了这儿啊 只怕瞬间就会化为灰烬 以韩丽的修为 这点炙热自然影响不到他 他静止朝着深处而去 同时手臂一抬 一团银色火焰飞射而出 幻化成一头银色的火鸟 正是惊炎火鸟 这火鸟一出现 嘎一声鸣叫 朝着涌到深处望去 眼中浮现出兴奋之色 就跟着苍蝇见了把伯似的 双翅一斩 嗖的一声一朝里边就飞去了 韩丽微微一笑 当即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我选择这次赤下风作为洞府 大半原因就是为了这惊炎火鸟 此鸟实力大减 至今也没有恢复多少 之前四处奔波顾不上他 现在终于有一处相对安稳的所在 自然考虑让此鸟尽快恢复实力了 魔光曾经提起 即便是在仙境 这惊炎之火的名气也颇大的样子 相信此鸟彻底恢复之后 将再次成为我的一大壁柱啊 其实自从我来到这片中鸣山脉 便隐隐察觉到 山脉地下有数条丰富的地灵火脉 这赤下风地处偏僻 拥有的火脉 估计也是中鸣山脉庞大的火脉的分支 但只要肯花费些时间 相信也足够恢复这只惊炎火鸟的了吧 随着韩力不断地朝地下深入 周围空气中的温度也飞快地攀升 变得越发的炙热 但是这条涌道变得越来越宽大 最高处已经达到十几丈那么高 韩力跟着前方的惊炎火鸟继续朝前飞去 目光不时扫过两旁的洞壁 这条涌道洞壁颇为的平整 有不少地方残留着人为修缮的痕迹 难道是那个火炼长老 从此人名号就能看出 他修炼的八成是火属性的功法 这里的火属性气息如此浓郁 正是最佳的闭关所在啊 由此可见 在外面部下禁止欲盖弥彰之人 应该也是他的 又过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沉闷得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 仿佛无数闷雷在翻滚一般 今年火鸟啊 这个时候不知为何 飞行的速度突然提升了背序 韩力见此自然也提速跟上 结果没飞出多远 只见眼前一亮 一处巨大的火红世界出现在眼前 却是一处巨大的地下溶洞 足有数千丈大小 这溶洞的上面啊 是一根根稻锤的中乳石 呈现出赤红之色 表面覆盖了一层火焰熊熊燃烧着 下方是一处巨大的岩浆湖泊 这湖泊上方呢 悬浮着一层犹如燃烧火焰般的赤红色的云雾 湖内岩浆翻滚涌动 不时有一个个巨大气泡冒出 然后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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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炸裂开来 发出一阵阵犹如闷雷般的声响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火红光球 从气泡中浮现而出 然后朝着周围飘散开来 韩丽的眼睛一亮 是火精 整个地下空间到处充斥着 如有火焰般的赤红光芒 虚空似乎都在燃烧 温度已经高达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以韩丽的悬鲜肉身之强悍 也觉得一阵口干舌燥啊 一股股热风从湖面吹来 刺得她的皮肤隐隐生腾 然而见此情形 惊炎火鸟却是异常的兴奋 此鸟如今振翅飞翔 化为一道银白色的影子 在整个空间盘旋 不使雕筑一团团的火精吞了下去 甚至直接飞入下方岩浆之中 转眼间消失不见 然后从另一个地方窜出 惬意无比 韩丽见此心中一动 此处地下火脉之丰富 远超我的预料 难怪那个火链长老 要用禁止把此处掩盖起来 惊炎火鸟在这里吸收火焰之力 相信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不过 似乎还缺点什么 韩丽深吸一口气 面色恢复了平静 一挥一袖 数百道红光飞射而出 却是一杆杆火红的阵旗 落在岩浆湖泊上空 组成一个巨大的法阵 随着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法绝飞出 整个法阵缓缓地运转起来 每一道阵旗都绽放出道道的红光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红法阵 惊炎火鸟似乎领会了主人的意图 当即停止了嬉闹 阵池一飞落到了法阵的中央 下一刻 整个地下空间的火焰之力 如同受到招影 尽数朝着法阵汇聚而去 在惊炎火鸟的周围 一层一层地盘绕起来 很快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红残碱 韩丽的身形拔地而起 一闪过后 在地下溶洞某处的洞壁前 停了下来 他翻手取出了一根火红巨笔 挥舞鸣克起来 很快鸣克出了无数巨大符文 组成了一幅火焰形状的图案 接着他身形一晃 出现在另一处洞壁前 再次挥动巨笔 刻画出一幅火焰图案 很快 八幅火焰图案在韩丽手下鸣克而出 把巨大残碱围在中间 韩丽这才翻手 收起了巨笔 口中送念起周围 这时候就听到 嗡 八幅火焰图案尽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很快彼此连接 再次形成一个巨大的法阵 笼罩住了巨大残碱 双重法阵隐隐 互相呼应 轰隐一声 地下空间微微一震 更多的火焰之力涌来 涌入了火红的残碱当中 此刻的韩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残碱内的惊炎火鸟 每时每刻 实力都在缓缓地提升 眼中这才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韩丽随即 又在地下溶洞各处巡视了一圈 确认两个法阵运行无余之后 这才从涌到原路返回 回到了外边 韩丽的目光 私下略意打亮 一挥一袖 一道道光芒飞射而出 落在山谷附近 很快张开一个巨大的静置 把整个山谷再次覆盖 做完了这些 他才松了口气 解决了惊炎火鸟的问题 韩丽心情大好 没有立刻飞回山顶 而是朝着赤霞峰外边 飞顿过去了 既然这赤霞峰周围六十万里 从今往后 都是我在这竹笼道的领地 自然要好好看一看 做些准备了 如此花了小半天的时间 韩丽把整个领地大致逛了一圈 在领地各处布下一些感应法阵 以防有人偷偷地潜入 整个领地作为核心的赤霞峰 自然是灵脉汇聚之地 天地灵气最为浓郁 不过除了此风之外 韩丽还发现了两处 以北韩仙玉的标准来看 还算尚可的小型灵地 和十余处不错的矿迈